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的主要 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这个 Atom Matrix 我们以后就以下就简称为H Matrix 用一个潮体这样子 首先呢 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说H是 它是一个这种matrix 这件事情是 第一件事情就是 H是一个正负一的matrix 第二件事情就是 它跟它的transpose 两个乘起来 这个当然是指order N 那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它是一个正负一 里面就只有正一跟负一的矩阵 它跟它的transpose乘起来 是这样子的话 它就称为是一个 atoma matrix 那这个事情呢 这件事情其实equivalent to 底下的这样子 就是说 any to rows of this edge of the diagonal 这等于说我们 因为它乘完之后就留下对角线 所以表示说 它跟它的transpose乘等于可以看成是两列之间的内积 内积之后是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我们称它是垂直 这个是我们一般用向量的角度来看它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这样 那所以atoma matrix 其实在描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它是一个N为空间的话 那我选出呢 N个向量 那这N个向量呢 都只有 它的元素就是正一跟负一 然后这N个向量都是彼此之间互相垂直 大概就描述这样子 所以这个 这个互相垂直这个概念呢 在组合上面 组合设计上面当然是常被提到 它主要原因还在于它 在于应用领域上面的重要性 它的重要性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一种所谓的光线去看一个东西的话 假如它跟另外一个进来的东西 如果有互相垂直的话 那它基本上 它就是不会有产生投影的那个 就是如果说它是这样 那你进来的东西垂直的话 那就没有投影的量 但是如果它并不垂直的话 它的投影就会有这个量 那我们在很多在应用的时候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判断 到底进来的东西 到它的那个误差有多少 或者说它的量有多大 那这个会提供像包括就是complex sensing 或者是说data的那个pattern 常常都是用这一套方法去做 那这一件事情呢 在近代呢 比较被应用的是用在那个MRI的那个摄影上面 那MRI的摄影呢 大概我们有人听过MRI的摄影就是 比如脑部断层啊 那些断层摄影 然后你要怎么样子去造出来的片子 让你组合起来 能够让你看出来说到底这是什么 我们当然知道 你看这个外表 从外表看它的人是还蛮容易的 可是看它的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的头脑里头里面到底长得像什么样子 或者里面有没有什么猫方形就是坏掉 那你要怎么样子去判断 那你要去判断的时候呢 现在多方向的摄影就变得很重要 因为你从这边这样照过去 你可能看不到那个东西 因为它可能被其他的东西挡到 那你如果随便乱摄的话 可能几个位置照下来 并没有办法显像让你知道它的效果 那因为有这样子的idea就出现了这一个 这个term叫做Circulent Adama Matrix 我们先介绍一下一般所说的Circulent Shift 假设你有一个向量 现在是A 这是一个向量 那这个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N 为向量 那所以这是正负一的N 次方就对了 就是你的这个的意思就表示 这个算是一个集合 然后它N 次方就表示 它这里面的位置都是选正一或者负一 那我们定义一个这个Shift 可以这样定 就是你把后面这一个拿进来 但是也有一种方法就是 假设这里是I 的话 那你就把这件事情呢 那你就把这件事情呢 就是变成A 的 Fu I 这样子 就是你去把它的那个位置呢 你就去Shift它 然后把每一个位置呢 同时移动 看多少个位置 那移动多少个位置的做法 就是把后面的这一个Shift到前面来 就是整个平移向右边移过去 那这一个呢移到这边来 那如果你是用这样子的移动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是 这里I 如果等于1的话 那就是减1 那减1在Zn 里面 其实就是N 减1 就是两个是对过来的这样子 要不要还要再说明一次嘛 因为你的这里如果是-1的话 那-1是-1是concruent to n-1 Mod N 因为你取Mod的那种概念 那有了这个Shift以后呢 你希望照的矩阵呢 就会变成是这样 第一个如果是A的话 我以下就用这个符号 就用A0 A1一直到A的N-1 Ai呢 就是Alpha i的A这样 这样OK吗 就是你把它的名字 就是如果它Shift没有Shift 那就是A 那Shift的I次那就是AI 所以这个矩阵呢就是一个 这样的矩阵 这一个 就是Circulent Matrix 就是你用一个向量 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平移 那它的长相呢就还蛮漂亮 那有Nothing Square 也有Circulent Nothing Square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一二三四一直排 然后接着就倒过来 一直平移过去 平移过去 所以一一直往右边跑 这样子 你第一件事情先知道一下 Atoma Matrix 是要满足那个条件 第二件事情是知道 Circulent Matrix 是要满足这样的条件 也就是说你要去照 Circulent Matrix的时候 完全决定在第一个向量 到底怎么选 它选完之后 其他的就可以一直不断的旋转 那这个就符合在应用上面的作用 因为在应用上面来讲 它照相不可能 那个机器这边照那边照这边照这样子 它是一直不断的旋转 一直Circulent 一直不断的旋转 但是它又希望旋转的时候 所得到的那个成像是比较好 它成像比较好 基本上是垂直看进去 所以等于说前面那一个 跟后面那一个希望 它还能够垂直 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 就会得到Circulent Matrix 那如果它本身 这边 这个Matrix 我把它写一下 就叫A 因为这边用A 那这当然是 这个A O 还是维持是N 好 就是如果它本身又是Circulent 然后又很幸运又刚好 它又是Atoma Matrix 那我们就称它是一个Circulent Atoma Matrix 目前呢 当然这方面的Study还是蛮新的 好 有没有这样子的Matrix 如果我们定义了一个东西 然后总是希望它存在这样子 那比较容易造的这种Matrix呢 是四接的就有了 好 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呢 以后的表示呢 都用底下的符号 就是正1呢 就用正 然后负1呢 就用负好吗 就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省下 16个1 不用写这样子 就只有写正负就好了 那假设这个是这样 第一列呢 我们选择是正1 正1 正1 跟负1 那结果 那这当然第二列就变成是这样 那第三个就变成是这样 那第四个就再移过去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Circulent Matrix 那这个Circulent Matrix 当然你就是check一下 它到底会不会是 互相垂直 那它的互相垂直呢 就来自于看看它 这种Pair 如果你是两个都是正的 当然就会得到是正 你的两个取内积嘛 如果两个都是1的话 乘起来当然都得到1 那如果你是正1跟负1 正1跟负1 那就会得到负1 所以如果你的 这种两个是一样的Parity 这种东西呢 跟两个不一样Parity 东西是一样多的话 那两个就互相垂直 这样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第一个跟第二个互相垂直 这没有问题 那第一个跟这一个也是一样 这一个跟这一个也是一样 就是Parity不一样的呢 刚好两个 然后中间的这两个Parity 不一样的也有两个 这两个呢也是不一样的有两个 那这两个呢也是不一样的有两个 所以这的确也是good 这个是一个Circulent Circulent PoPo的FOR 除了这一个之外 很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找到下一个 就是Oder大一点的 就是Oder大一点的 那这个是一个Problem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 除了4以外 比4大的这个Oder呢 有没有可能 那从我们 礼拜二所介绍的概念里面呢 当然 这一个Matrix Oder 这个N 那这个N呢 势必要这样 你同意吗 因为它本身是Oder大约的Matrix 那就一定要是4的倍数 这个你们的学姐 她已经毕业了 她呢 用了一套方法呢 证明了底下一件事情 就是N呢 不只有是4的倍数 那这个N呢 要是4乘以摩根 一个数的平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sum 因为 这样子 它不确定到底会怎么样 但是如果它成立的话呢 它应该会这样 应该是4 再乘上一个t平方 那这个为什么会是4乘呢 原因是因为 它同时在那个 它的硕士论文里面 证明了 t如果长相 是像2的平方那种形状 也就是说当 n等于2的 它利用代数的方法可以证明了 当n长相是这种样子的时候呢 那是办不到 那这长相这个样子呢 其实就是当a等于1的时候呢 那就是2的4次方 也就是说16阶呢 找不到 然后当a等于2的时候呢 就直接跳到2的6次方 那64也找不到 目前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利用 有一个基本的方法 我大概简单的说一下呢 这个到底会是怎么得到的 当然这个证明呢 是比较长 就是说现在目标呢 是希望能够说它应该是长得 像这种样子 因为这个样子 当然比原来的 我们adomal matrix的要求要更多一点 因为你原来的adomal matrix呢 并不需要这里是t平方 而是一个正整数就可以了 任意的整数 可能是3 可能是5 都可以 但是这里呢 是要t平方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特殊的长相 这个的概念呢 来自于这样子 就是说你如果 就以这个世界来看就好了 你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 那你可以去 这个例子刚好是比较特殊 因为它没有那种 负负的那种pairs 因为它这里面正的比较多 所以找不到那种负跟负的pairs 所以它实际上就去考虑说 那如果 如果你去看这种pairs 如果它存在的话 那它不是矩阵已经有了吗 假设它存在 假如这一个是 Circulent的padema matrix 它应该会有什么样子特别的地方 那它就去考虑这样子的pairs的个数 那这样子pairs的个数呢 它首先呢 就看这一个 这一列 那这一列里面呢 你可能有p个是positive 然后q个是负的 就是你看它p个跟q个这样子 那当你去讨论这个pairs的个数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有说 好 那它会出现这两个 那当然就来自于 这一个里面的东西 就是要去比这一个负的 这个去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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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大概会说 这两个pairs会比得到吗 会啊 因为当它 一直往下shift的时候呢 这一个 这个位置 3号等一下就会出现在头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pairs 它是会有的 那它 根据这样子的idea呢 把它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因为你假设 因为你假设 这个是叫做 xk yk zk 还有wk 它就去算 这种pairs的个数 这些指的就是指 你的a0去比这个ak这样子 就是它shift k次以后 它比较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那它经过2 way counting呢 来得到那一个结论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参考一下它的census 就是它是我们系上的census 应该可以找得到 或者你可以找我 就是应该是2020毕业的组合组的 叫做科会中 你们找它的census 就可以看得到里面呢 它就有这样子的说明 那因为我想证明这个内容 一直不断的去写那些式子 有一点比较长 我就不写了 那你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 不是那么困难 但是它就是需要比较细微的去讨论 它的题目就是刚刚那个title 就是Circular Atoma Matrix 存在的可能性 如果你们觉得还是有疑问的话 可以问助教 因为他有不断的介绍 当然这个成果要归功于同学 还有就是老师 就是在研究的过程里面 利用Seminar的方式 不断的去改进改进 然后大概改进了一年左右 才改到后来的这个样子 那这个结果呢 本来是希望看能不能够找到 比较多的这种Circular Atoma Matrix 可是从现在的感觉就是说 好像除了Oder 4之外 就没有什么希望 那下一个比较有可能的呢 是8J的 那这边看有没有哪一位同学呢 是电脑比较厉害一点的 可以不可以用电脑去跑跑看 看能不能跑出来说 是不是有8J的会存在 依着你的答案就是还蛮容易的 不是yes就是no 你就是回答它是yes还是no 8J的Oder裡面 8J的Oder 我们知道它有Atoma Matrix 但是有没有办法造一个8J的Circular Atoma Matrix 因为目前没有反证它 不知道它存在不存在 就它的Aceus裡面呢 也没有办法提出这个结果 好 那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 那应用不就糟糕了吗 还没有很糟糕 原因是就应用的角度来看呢 它并不需要Atoma Matrix Atoma Matrix是学组合数学的人里面 他心中里面最漂亮的结构 就他们在应用的里面呢 它并不需要N dimension就造N个 它可能就只有连续的几个 是刚好互相垂直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它垂直垂直垂直 越多个当然越好 因为它可以显像的越清楚 但是如果里面有很多个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能够连续的 都有互相垂直的向量 也就可以了 所以就出现了这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 如果没有办法造出Atoma Matrix 那也没有办法像拉丁Square一样 我们也造一个partial拉丁Square 让它一部分是符合 那一个拉丁Square的要求 可是就整体来讲没有造出来 那当然有的人就说 那这个其实不是这个Atoma Matrix 但是因为它实际上是 可以把它想成是这一个 如果你觉得这个并不是那么适合 因为它本身没有造出Atoma Matrix 它只是造出一部分而已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互相垂直的那个列 看你能够造多少列这样子 我把它这个定义写一下 它呢基本上就是说你 没有办法找到全部的 真正标准的Circulent Atoma Matrix 但是你可以找到它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它譬如讲找到了有一个M 那这个M显然是小于等于N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这M列呢 这B尺呢是互相垂直的 它循环而且这M列呢互相垂直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假设你现在所造出来的8J的 但是M等于3 那N等于8 那当你把这个当成是你的A的时候呢 那你拿A去乘上A Transpose 它实际上呢 是一个3x3的矩正 我想这应该学过都知道 它本身是3乘以8 然后这个是3x8 然后再乘上一个8x3 所以就是这样子 它的对角线当然都是8 因为对角线就等于自己乘自己 那当然是正的乘正的 互的还是正 互的还是正 那结果呢 其他如果互相垂直 那就是看看它的Parity的部分 你会发现有4个不一样的Parity 然后这个也是4个不一样的 那每一个都是4个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8x3 这样可以吗 这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可是却影响还蛮大 我想在它的Census里面 前面有稍微说一下 那这个Paper呢 是当然参考另外其他人在做研究的时候 他们需要这样子的结构 来帮他们忙 那那个Paper呢 是画表在统计里面的第一流的期刊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好 那现在一旦有了这样子的Idea呢 当然我们就第一个想要问的是 那三列是我们 就八阶来讲 它会是最多吗 你没有办法再多加一列 让他们这四列都是互相垂直 然后这一列呢 我用红的把它写上去 就是这一列呢 是这样 就是把这个再移过去 这样子 如果你能够多加这一列 它也跟前面的都互相垂直 那么呢 你基本上就是480 那就可以得到大一点点的结果 这样子 大概很快就发现到 这一列跟第一列就已经不垂直了 对不对 因为你这边三个负的 这边三个加的 这三个加的 就已经三个 这PARIT 前面四个都不一样 那后面这边又有两个不一样 所以根本就没有垂直 所以就找到这里 那问题是 其实就是你们可以想想看 你能不能造个 你就是没有办法造出八列都互相垂直 那有没有机会造多一点 更多一点的互相垂直 那这个更多一点的这个idea 也就是它这个CESUS的主要工作 那这种呢 当然我们称它是 PARTIAL的CIRCULANT ADAMA MATRIX 简写为PARTIAL的CIRCULANT ADAMA MATRIX 那这一个呢 称为NIR的CIRCULANT ADAMA MATRIX 那在它的CESUS里面主要的工作 就是希望能够探讨 假设我们没有办法造出一个CIRCULANT ADAMA MATRIX 那我可以不可以尽量能够造越多的列 让它们互相垂直越好 如果能够造出最多的那一个 那就是我们所要的 那这个MATRIX 我们都同意它是正负一的这种MATRIX 那这个到底是答案是多少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希望它可以有最多的 等于算是列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这个地方把它写成 它是直接造一个NXN的MATRIX 并不是造我们的想象中的只有一部分 它是造一个大的NXN的MATRIX 但是它希望呢 当你把这两个乘起来 就是你那个MATRIX 这个假设这叫做A 我们说它是一个NXN的MATRIX 而且要CIRCULANT 假如它能够满足呢 我想如果用这一个呢 用这一个做例子呢 你继续把它填到满 是880 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一直Shift就好了 这ByByBy可以得到 但是 当你 这一个乘这个的时候是零 这个乘这个是零 这个乘这个的时候 就不再是零了 这个乘这个可能就是 负的多少 就是你 因为不垂直的嘛 那不是正多少就是负多少 所以 有些会是零 有些不会是零 那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以第一列来看的话 它可能会出现 这个乘这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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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乘这个不是零 这个乘这个可能又是零 这个乘这个可能是零 等等等 那我这个就没有把它乘出来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把它880乘一下就晓得了 那这个 这样子 如果你能够让每一列 能够有多一点的零 那就表示说 那一列跟其他垂直的就比较多 这样OK吗 那在应用在他们叫做Functional MRI里头 它是希望连续的几列互相垂直就可以了 就是这一部分互相垂直 再下一遍又连续几列又互相垂直 又连续几列互相垂直 那意想不到的是 这一个结果其实当你把它乘出来的结果是 它连续三列是互相垂直 这连续三列也会互相垂直 因为它是Shifting的关系 那你会说看真的是这样吗 你看看这三列跟这一个来比的话 这个跟这个你就会发现 Parity是一样的呢 就会有四个 那不一样也有四个 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垂直的 这里垂直 这里垂直 这样可以吗 那这种现象呢 他们在Application里面就可以用 因为它等于是一个区域 从哪边开始都没有关系 一个区段里面的是互相垂直 互相垂直 这个Zero 基本上我们就等于是说 你看跟人家垂直的有多少个 对不对 那这个Number呢 我们就用 那如果你用这个去Renote它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看这个 这个量到底有多大 就是给一个O的N 比如说这是8 那到底你这样子乘起来 你的0的个数会有多少个 看起来到现在为止好像我们的感觉是 这种Atomometrics的概念呢 跟我们组合设计也要没什么关系 因为它用的是正负一嘛 可是呢 我们其实呢 可以把这个问题呢 转成是一个Design的问题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算是一个Design的Study 因为在 从那个例子来看的话 就是前面那个例子 为了方便其见的这个A呢 就是我们 我把它打个Circle 这样子 就这个A这个矩阵来看呢 它的A0呢 实际上是 这样子 那如果A0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你就把这个Food呢 把它Convert成为0 这样可以吗 那如果你把Food把它转成是0的话 那这一个得到的新的这个向量 我们假设是S0的话 那它的Support呢 就根据我们前面的idea呢 这Support of S0 就可以把它写成是 就是看它的位置呢 是来自第几个位置 我们把这个标成01 一直到7 那它的 它就变成是一个集合了 所以你只要选择把 -1的部分 转成是0 然后它实际上是一个01向量 那如果它是一个01向量的话 你就可以看看它 到底它的1的位置在哪里 那就可以不断地做出来 所以从这个例子 这个集合的idea来看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1 其实就是1235 然后S1 那这个2的话 再加2的话 就是2346 所以它的循环的角色 这个circuren的角色 在这个set的角色来看的话 就可以变成是 这些呢 其实就是 从这一个集合 再加一个i 那这个i呢 就是属于z bar 8这样子 就是它的8列呢 就可以想成是8个集合 这样同意吗 那如果8列是8个集合 其实就是一个design的意思嘛 对我们从 这个z sub a 这个集合里面 选出4个元素的集合 让它满足某些现象 这样子 然后根据上次 我所介绍过的idea 如果它本身是atoma matrix的话 但当你把它扣掉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一个design 而且是一个漂亮的design 我上次有写 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 大概就是2 然后它的 元素个数是 就是n 然后 还有一个 就是n如果写成多少k的话 n等于4k的话 那它每个集合的size 就会是 2k-1 4k的话就是2k-1 然后每个nambda都会 出现k-1 大概是这样子 到这里都清楚吗 我想我在下礼拜 再继续来介绍 这个概念呢 主要的 想要去照这种矩阵 当你 从那边看 你是只有在加减加减这样看 你看不出它 里面有什么漂亮的代数结构 或者有什么好的组合结构 但是当你转成集合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有一个很好的结构在这里 那这个结构给我们什么 譬如讲你知道0124 那这个集合到底 你大概就是想象说 那我从这个集合 我能看出什么端倪 我能不能够从这个集合 就看出来 这个实际上就是三个而已 如果你找的集合是这样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内在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过的 我们就可以去看 这个集合一旦有了 那到底它们之间的差 跟我们会不会得到 乘起来互相垂直 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那一般就是所说的difference measure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 至少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difference 就是把两两这样相减 那四个两两相减 当然就是 你就可以算出 它总共有六种可能 四取二来相减 就是做它的相加减 那相加减的结果呢 不外乎就是 有正有负 但是你会看出来说 譬如讲说 1-0就是1 2-1就是1 那1就 这个difference是1的 就出现两次 然后 4-2是2 然后 2-0也是2 那difference是2的也出现 那所以我们 大概下礼拜就是 再说明一下 如何使用这个difference的idea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说 到底这个会像是什么样子 那你们大概也 就是encourage就对了 我也希望你们试试看 能不能够 就八阶来看 你能不能照多一点的列 让他们彼此互相垂直 用这个circulent idea 那如果你 我想电脑的程式稍微 应该是还不错 我相信 你大概可以感觉得出来 太多的正 让你circulent以后 那不容易互相垂直 譬如讲你有六个正的话 六个正两个负 那你把它旋转一下 那要互相垂直的机会 就相对会比较 当然也还有 因为譬如讲说 你六个正两个负 那你转到两个负 那六个正的时候 其实还是互相垂直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第三个 第四个互相垂直 那它的机会大不大 如果你有这样的结果 当然欢迎你们 能够把它造出来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当然是 如果你有一个更好的idea 能够才造出 刚刚所提的那个problem 说怎么去造一个circulent atomometrics 那就当然是更好 好吧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对 对 对 我brush 来 对 对